我們是碰到美國什麼都軟 莫德納不來也軟 也不敢去要了 韓國去要了 那我們現在是說 人家沒有強迫啊 也並沒有啊等等 那我們看韓國 韓國現在主產官 只有沒有個學 產業跟政府 要跟美國溝通 說為什麼要我們提供資料 因為這是我們的商業機密 韓國什麼事都會去抗議 我們什麼事都沒關係呢 來 老沈 我認為我不是很同意 江啟臣的話啦 因為這個不是誰有情有義 誰無情無義的權益關係 我認為一個國家 對他國內的第一大公司 而且號稱是富國神山 不僅僅是質疑 這個有情有義的層次 國家對他的公司 這麼大的公司 這麼有影響力的公司 是有保護的義務 而且這個是義務 那我覺得政府是這樣 我們台灣因為小 因為沒用 因為沒有信心 所以對菲律賓 也許是有脊椎動物 如果對日本 就變成無脊椎動物 那對美國呢 就變成軟體動物 就是你自己沒有信心的話 你表現出來的態度 就不一樣了 我覺得其實台積電很聰明啊 台積電也曉得如何處理這件事情 其實政府不見得可以幫到忙 恐怕還是幫得到忙 但是呢政府可以講一些 錢有我們的額 這麼漂亮的額 你應該講說 全球第一大貿易大國的貿易的經濟部長 商業部長 竟然出此下策 說這個拍片 這個你應該就是為了短期的車用的輕體 有短缺 你也不至於出此下策嘛 譬如說石油危機發生的時候 你有沒有叫所有的產油果 把你的秘密給我看 當我們買了疫苗 買不到或是買到了 他們又到貨 我們車市中部長有沒有在官網上面 校正說這三個公司 BNT啊 莫德納啊 AG啊 通通給我報上來 你們的庫存有多少 到底誰買了多少 你怎麼交貨 有沒有這樣 我們連坑一個氣都不敢 所以呢 這個美國的商務部長做過了頭 那做過了頭 你作為這個台灣的政府 你沒有用 也要叫兩聲嘛 雖然像老公罵那個吳釗燮 說是蒼蠅翁翁翁 這個你要學小狗叫兩聲啊 對不對 你叫兩聲 沒有用 也代表一個政府應該有的立場啊 那台積電 你曉得這個商務部長他什麼講呢 他限一個時間回答這二十六個問題 雖然不是強迫 但是呢 我不強迫 但是呢 你到時不想我有辦法 因為我的工具相比 我的工具一大堆 我跟你講大家都一直團圓啊 美國最大的力氣是什麼 是那個ASML 是荷蘭的ASML公司 他是在賣做這些晶片的工 的那個光刻機的機器嘛 所以呢 他如果叫荷蘭的公司 美國對這家公司的控制率是很大的 他如果叫這家公司 不要賣什麼東西給某某 那你就很困難 他大概最大的力氣是 但是我想他不至於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政府就在處理事情 不管是黃美花也好 不管是陳吉仲也好 就是看人家在刷肉絲 你看到大尾你就沒路人 你看到小尾就黑白背 我覺得這個是一點骨氣都沒有 所有的人在逼的是 政府在這件事情上面要有態度 很清楚今天這個角色 如果不是美國商務部部長 是中國商務部部長 在那邊講說所有的 因為現在這個車用晶片啊 這種卡脖子的東西 是美國在那邊卡這個中國嘛 而且很多的生產的基地在中國大陸 如果說今天呢是中國的商務部長 要所有在中國投資的這些外商 把你們這些資料交出來 你想想看他會受到多大的國際撻罰 美國呢真的是太惡霸了 今天呢他的商務部長呢 在這個會議上面公開的要求 這些廠商你說什麼自願 美國呢他就是一個穿著一個民主外衣的 他就是一個霸權嘛 今天呢哪有任何一個國家 你是主張自由市場的 你是資本主義市場 你現在是怎樣 你是黑道老大嗎 你是要所有的人把你的貨源交出來嗎 這怎麼競爭呢 所以說今天呢 美國他在這個半導體上面 他的確是技不如人 然後呢他在跟這個中國呢 在競爭的市場上 他就是要拉出另外一條 所謂的自由民主的半導體的 這樣子的一個產業鏈嘛 所以他結合了日本 他結合了韓國 結合了我們這個最強的台積電 他就要把這個東西拉開來 他今天不是說不准你製造 他是說你製造出來的這些晶片 要為我美國所優先使用 他的關鍵在這裡 然後呢今天呢 這個商務部長 當他做這麼一個強勢的宣誓的時候 我們不但是經濟部長 連包括國發基金 國發基金就是台積電 就投資台積電的啊 這樣子出來幫這個美國講話 我們就的確是像剛才大佬所說的 我們的這個政府看到日本呢 矮半截看到美國呢趴下去 所以對於所有的企業 所有的廠商來講 台積電是我們的護國神山呢 政府的脊椎在哪裡 那美國商務部在網上列了二十六個問題 不是只有六個哦 二十六個巨細迷的問題要廠商答覆 那他雖然現在說你們資源答覆 但是那如果不答覆會怎樣 那就看下一步嘛 大家知道這種晶片喔 這種東西是高資本投資的非常大 高技術高污染 所以美國為什麼不做 他不是不能做啦 他就是叫你們做 然後賣便宜產品給他 他不要嘛 因為我不想投資這麼多錢嘛 然後我也不願意讓污染我的國土嘛 所以你們去污染你們的 用電用你們的電 然後賣了生產的產品給我 就是這樣子 所以經過這麼多年下來 他不行啊 那不行怎麼辦呢 就採取這種惡霸手段 第26個問題如果好好回答